接着来看这一题 需求下列各个不等需 有四个小题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小题 3x加1 小于等于x加6 好那我两边等量处理 好所以这里有加1我就把它减1 然后呢 这里有 一个x嘛 所以我把它减了x 那这里是不是也减了x 好的 所以这边剩下2x 那这里剩下什么 x跟x没了 所以剩下了5 所以x呢 两边再除以2 所以x呢就小于等于2分之5 对不对 好来第二小题 两倍的x加2 小于3倍的x-2 好那我们呢就乘开吧 2x加4 小于3x-6 好那我就不像前面那一题写的这么的多步骤了 好那 来 这时候呢 好像不写也不行 来 问一下啊 你是要减2x还是要减3x 那通常同学都会说我们习惯把x留到左边 所以我们来减3x 可以的 好那我这边是不是就是要减4 这边你要减4 对不对 好那我的接下来就变成是 负x小于 负10 然后呢两边再乘上负1 然后变号 所以就变x大于10 好这是一个算法 那当然你说我不想要这样做 ok啊 来 回到这里 2x加4小于3x-6 你说我不想要负号出现 那怎么办 两边减掉2x的 好然后右边这边是不是就变成要加6 好所以我这边就变成了 10小于x 好那只是说 我们习惯念的时候是x先念 所以我们要从右边念回去 所以就变成x大于10 好所以你要从左边念 从右边 因为x在右边 右边念回去 ok吗 好那我们来看第三题 这么长一串 但是看一下 还好就只有这里是乘法 所以我们就把它乘开就好了 好来这里乘开 来减掉6x 这里呢 变加15 这里4x加3 好准理一下 剩下的东西不多 好来15大于4x加3 那我两边减3 那我两边减3 好就变成了12大于4x 两边除以4 接着我们从右边念回去 所以就是x小于3 好再来第4小题 你看见了什么 嗯我看见了分数 所以我们要干嘛 通分 好分母2跟分母3 所以我要通分6 来6乘上 所有 然后右边是1 好来我们通分哦 6乘上2分之 可以是这个比较没有问题 很多同学会错在的 就是这一步 为什么 我写来旁边 你就不会错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它写在旁边 你就很容易会忽略 所以呢 请你一定要自己注意 6跟3下去约分之后 剩下2 然后2呢 必须要跟整个分子 下去乘 好 2是要乘上整个分子 很多同学就会把它变成是2乘2x 然后不是减2 他就把它当成是减1 因为他忘记把这个2乘上1 可以吗 因为他忘记它是一整个分子 他忘记的这个括号 好 所以这里有一个小括号 你可以把它刮上去 好来 小于等于6 整理整理 整理 然后呢 负1嘛 两边乘负1 所以就变x呢 大于等于负4 帝6个 好 改 超 6个 30 直接